各取所长 在很久很久以前 弥勒佛和韦陀并不像现在这样 住在同一个庙里 而是被佛祖安排去负责不同的庙 弥勒佛总是挂着一张笑脸 亲切热情 因此大家都喜欢来他的庙里 可是他为人粗制大业 管理不好账务 总是入不敷出 维陀则很擅长管账 可是他每天都黑着一张脸 太严肃了 因此人不断减少 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见状 便把他们安排在同一个庙里 弥勒佛让香火兴旺 维陀管理财物 两个佛各取所长 使得庙里繁荣兴旺 长财短用 让他以后不要再说了 后来 新气急被封为知府 却一直拖着不去 他也因此受到排挤 一直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 好友路有写诗 激励他不要放弃 朝廷对于新气急般的爱国英雄 一直长才短用 据说 直到新气急先世 他还在大喊 杀贼 杀贼 用心良苦 东汉建武年间 当官全部都要靠各郡推荐选取 当时只要被推选为孝联 就可以做官 当时有个人叫徐武 他父母双王 还有两个弟弟需要照顾 多年后 两个弟弟终于长大成人 徐武也被推举为孝联 可没想到徐武分家产时 给自己分了最多的一份 弟弟们得到的则非常少 大家因此都骂得贪婪 夸弟弟谦让 后来 弟弟们被推举为孝联 哥哥才说出当时那么做的原因 大家听后都很吃惊 徐武对弟弟的未来 真是用心良苦啊 乐此不疲 西汉末年 刘秀完成统一大业 当时由于连年战争 许多法律 规章制度 都需要重新修改和拟定 刘秀每天天一亮 就上朝礼事 日饮西斜 才退朝而归 他还经常把大臣们 召集起来亲自给他们讲述治国之道 太子怕刘秀这样辛苦下去 会影响身体健康 便劝他注意休息 刘秀听后笑着说 我觉得很快乐 没有感觉到疲累 疲于奔命 将军子重 想要一块封地 被乌臣拒绝 将军子反 轻木的夏姬 嫁给了乌臣 二人因此恨极了乌臣 于是乌臣便带夏姬逃走了 二人为了泄愤 一起将乌臣的家人全杀了 乌臣让人给他们烧信 写道 我一定会让你们死于疲劫 劳累不堪 为了给家人报仇 乌臣开始帮助乌军提高戒术 乌国的军队变得强大后 便开始出兵攻打楚国边境 每次边境有战事 楚王就派子重 子反二人 领兵前往应战 最后 他们真的死于疲劫 乌臣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命中注定 财神奶奶和爷爷看到一对乞丐兄弟 想帮帮他们 于是将一定金子放在他们每天都路过的桥上 可兄弟俩都没注意到 财神爷爷说 这就是命 可是财神奶奶不甘心 就把金子又放在了他们取暖的香炉里 这回兄弟俩终于发现了金子 弟弟出门买饼来填饱肚子 可哥哥却躲在门后 等弟弟回来时杀死了他 哥哥边吃饼边说 这下金子只属于我一个人了 突然 哥哥觉得疼痛难忍 倒地不起 原来 烧饼被弟弟下了毒 财神奶奶后悔不已 相信了贫富都是命中注定的 财神奶奶